中共進一步收緊言論 微信公眾號 搜狐號 百家號等自媒體平台近日相繼出通知 要求公眾帳戶必須取得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 否則禁止評論政治 經濟 軍事 外交及重大突發事件 並對新聞信息和互動內容實施先審後發 消息一出 自媒體一片哀鳴 中共地方官員換屆之際 當局近日提出十個嚴禁 包括嚴禁解黨營私 嚴禁拉票會選等 有分析認為 由於中共內外交困 黨內矛盾日益激烈 這不過是全面控制黨任官員的手段 同時也是震懾質疑中共換屆選舉黑暗作業的聲音發生 中國嬰兒用品的產品質量問題頻發 繼一月初 福建漳州爆出疑似因為使用抑菌霜 而導致一名女嬰變大頭娃娃事件後 現在山東省青島市又爆出黑心翼菌霜激速嚴重超標 嬰兒使用後體重猛增 面部腫脹 再度慘成大頭娃娃 網友怒斥無良商家的同時也不禁感嘆 感覺我們現在能長大好好活著真不容易 陸媒報導 根據最新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 統計報告數據顯示 中國網民規模高達9.89億 網路普及率70.4% 不過其中只有三成網民 月收入是在人民幣5000元 也就是台幣2.1萬元以上 另有近三成 月收入在人民幣2000到5000元之間 新唐人 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旦 Nic蟬 burnt